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这个RO日常系列 这次活动有那个小狗嘛 然后就买一个这个包包咯 它还有那个时装的是好贵啊 那个一个要700台币啊 太贵了,它就只有时装和一些附魔石 但是我现在还用不到嘛 所以就不要买咯,就买这个就好 这个效果也是蛮好的 所以无属性攻击抗性加20% 还有这个打怪的经验值加10% 然后还给一个这个应该是 就是可以返回这个普隆德拉技能 我记得是15分钟 15分钟可以用一次 然后主要是这个效果 Best每一点可以加一点的攻击力 还有魔攻 还有这个生命还有那个魔法上限 然后呢,因为我有开一个商人号码就赚钱嘛 不然你们要看我赚钱慢慢玩 可能玩很久哦,要买装备的话 最后就有开一个商人号 然后也有去逛街夜市 夜市就是所谓那些玩家卖的嘛 我叫他夜市啦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魔短剑 这个的基础攻击超高 然后还有买一些飞虹 但是我就拿一把来用先这个火属性 我们装回去原本的刀 原本的刀是300攻击力 然后不可以精练的 然后飞虹是 哦,飞虹还装不到 飞虹要70级 这个魔短剑一装上去就321 哇超高耶 然后其实呢,我还有准备就是精练的石头 神之金属 我想要帮我的武器先有一个基本的精练哦 这样打怪也是比较强 然后还有做一些活动啊 你看我这个头饰就是我 这是活动的 等下我会去领那个活动的那个Buff 这样我们打怪也是比较强一点 OK 这样我们就先去精练 这个精练要小心哦 不然等下一个失手他就爆掉了 先来精练 再次精练 再次精练 还是100%嘛 4级武器应该是到 对 4级武器到4就不能再精练了 就在前几天啊 我就有拿那个飞虹斧去精练 我还有买这个高浓缩金属 结果爆了90%都可以爆 我真的是想不通 OK我们现在来今天这个大狗短剑 这活属性呢 过后我会用到 因为我会去打沙妖 沙妖可以赚钱 对那边好赚钱 只是我要吐槽一下 那边好多外挂 官方可以管一下吗 好多哦 他们会抢我的材料哎 哎 金钱不足 哎 我们就要来预知一下 我准备了10万罢了 OK 最后一个100%了 成功了 我们来装看一下这个 短剑它提升多少呢 哇 提升了一个 大概20多 嗯 还不错 这样呢 我们就先去 领那个buff 然后我们再吃这个 经验值可以加100%的这个 植物 额虽然有点浪费啦 不过 炼几嘛 主要是快嘛 不然我要炼好久哎 哎 这样我们就来用看这个 翻回普隆达达的技能 呗 闪霞就这样点两下 哦 好像没啥用哎 哎也是有用啦 就是传送 指定的地点比较快 好 我们现在要去 这个 哎 这 哪里 这个 呃 这一边 所以这一边 我们先跟这个人讲话 呃 对 这样子我们就拿办了所有的buff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兽人村吧 就是我们继续练 因为那个 大嘴鸟那边 会有这个等级神法 我们先转直了 过后再去呗 哎 等一下 我们要先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水 哎 我们没有买到那个 绿水 叫我们去买一下 然后那结果后呢 我还有把这个 AGI点去60哦 让我们的回避力就 大幅的提升 我觉得刺客在打这种 怪方面 它是比其他职业来的 轻松 因为我伤人就打到很痛苦 超级痛苦 就买个五罐 会超重啊 不会 快点哦 快点哦 等一下我的buff没了 然后我们去 哎 哎 来试一下哦 轻轻轻 哇 我好像变得好强哦 然后我们再喝一个 攻速药水 攻速来到了 180 有点猛 然后我们再吃一个这个 经验加倍 哇 超强 哎 等一下 哦 哎 官方开了这个分流哎 之前打都没有的 这个分流 这边我们就一路尻上去 哇 超强 当然打到半死 这边 无敌啊 扛着打都没有问题啊 哇 超快 哦 这样我们就用偷窃就好了 反正我们的技能就没有什么用 应该拿一个火属性哦 我信用不到翡红刃啊 不然我就用火属性打他们就会比较快一点 等下火属性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那个翡红 剩了全刃 哇 多少钱 66万 我超心动的然后我就去卖材料结果一回来就给人家买掉了 靠 果然是一眨眼就会被买掉的好料 哇 超强啊现在哇1900耶什么伤害哦这个 哇 哇这边哇一群 这个就是非常的惨啊前期没有任何的群找 哇完蛋了 好 哇来到了这个59级我觉得我们的AGI还可以再高一点 我觉得我们攻击率已经差不多够了 像AGI直接点去90有料嘛 直接点去 反正我们都要点很高的 我们差两级我们就可以去转值 又升级了我这个升级速度好快哦 拿了很多buff的那个速度就是不一样不懂 打到了什么成就 哎哦哦哦50等了50等了我们可以走了 首先呢我们要先传去孟罗克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往下面那张地图走 然后我们要往这个 这边这个是右边 往右边的这个门口走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再往下走 就是下方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右边的洞口去 应该就到了 这边这边 好我们要走进这个 这个上面 嗯就是这边啊 这边 盗贼的这个 我们要走进这个建筑物 OK我们走进来的呢 然后我们就要 哎 应该是这个吧 你来这边的时候你要确保 你的技能要点完哦 不然就像我刚刚一样他就不给我按 好我们就 嗯选择什么 是的我是为这个事而来 然后第一关是跟这个相关人员讲话 对吧 应该是要走到他旁边去 对吧 是的 50级 然后就把我带来了这边 这边是回答问题的 然后 已经够了 这个答案是30吧 然后这个答案是白蚂蚁 然后接下来这个 短建筑 是不是这个 这个吧 然后这个 村落 盗贼村落 盗贼村落肯定是这个吧 这个 梦罗克 而AGI无关的卡片是 小巴吧 好像是小巴风特 刺客的优点 回避能力嘛 AGI啊 AGI是 石板 刺客不能装备的东西是 金属头盔 然后 这个是蓝色草药 而刺客比较没有关联的卡片是这个吧 长老术金 90分 哎呦我错了一题 好的 应该就是 要讲话吧 还不错哦 哎 哦然后这边的话就要打一个叫做 我们要打这个转值 呃实验用样本 转值 要看清楚 暂时 转值实验用魔物 转值实验用样 实验用 样本这个 给一只 转值实验用 对 还有一只风兔 转值 准备 加油 走这边吧 哎呦呦呦被点到哦 点到就 转值实验用样本 就是这个啊 吐玻璃 小心小心 还有一只啊 转值实验用样本 哎 哎我是 所以我是考试 考试失败哦 转值实验用样本 这个 转值实验用样本 这个 转值实验用样本 啊 还有吗 转值实验用样本 这个这个这个 找到了找到了 插哈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要 这边要做吗 违避能力 哦 这样子 哦 哦 哦 我要去哪里 那讲话吧 OK好 然后这边就应该是直接下去 哎 一直往下 我到了 这边的话就是 嗯 带泵面 什么意思 我也不懂哎 随便走吧 哎 这怎么走过去 找到路了 哎 这是对的吗 哦 快到了 哦 又到了又到了 是他吧 哦呦 这是对的吧 耶在他面前啦 然后呢 刺客 最重要是什么 不断的修炼 技能方面 好的 马上去战斗 短时间成长 马上会到 哦呦 我全部刺客人来啦 好像也不是哎 对了 全部刺客 哎 斗内 我要什么 我要一个 全刃吧 哎 这两个全刃有什么差别 他把我送到门口 然后再跟这个工会员对话 OK 那我们就成功了转职 叮叮 哦 看到装备我就想起来 之前有一个观众讲 我们的那个影子套装是可以无限去领的 等一下我们就去领一下 不要等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领 啊 跟这个 这个 影子套装的人 我要出租 然后他就给你一大堆影子套装 哦 我们应该可以拿个武器的吧 知道了 跟这个人吗 需要武器 哎他就只有两个全刃 哇操这个是什么东东 这把180 攻击的全刃 还有这个是什么 哎 这么有两把不一样的全刃 这把呢 这把也是180 哦 这是因素投资的伤害啊 这是玩因素 技能流和 这个暴击流 哎我们先把所有装备穿上去先 我们应该可以装两把小刀了吧 还不能 哎可以了 哇 500攻击力啊 这个太神了 现在呢我们就要去那个叫 他叫埃尔帕兰吗 对我们现在去埃尔帕兰 然后我们要去打那个 大嘴鸟 看一下能不能 打到沙妖 我先传送去几分 埃尔帕兰 对啦就这边